接下来再去到 Pre-Warm 这边 把它的颜色再拉去偏蓝 走个唯美干净的冷色细胞 那这是一个很完美的Tone 即使你在秀着你Galatai 你的Like还是一直来的 今天我要教你IG朝人 Edit照片的秘诀 首先你要懂 照片要Edit的好看 也不能拍得太大了是不是 那拍照就不一定要笑的 你整天那边笑笑笑笑笑 旁边的人看了以为你嘻笑 我想一定是太久了 你们完全忘记了朝拍视觉 来跟我做一次 脸要厌视 放松四肢 看似不经意 T&D在装闭 如果觉得这个朝拍视觉太过深奥 你没有办法掌握没关系 去找个道具 推脱力 看报纸 拍个照 喝个饮料 又或者你可以咬戏馆 女生咬肯定爆Like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 咬不了 随便的咬摆 依然可以set到不要不要的 已经不是2014了 所以不要在整天遮脸 正面拍全身照 这种拍法你的照片会很flat 当你的照片很flat的话 你放什么filter 都是很7的flat的 2018就要用 Abalni最爱的45度拍法 也就是底部留个space 然后人站进去 就好像站在一个岛上面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人岛构图 你这样拍 你整张照片就有更多的角度 有角度才有contrast 有contrast就阴阳协调 这样调出来的色 就更有层次感的 那snapseed这个app就西北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很flexible的局部调整 你选择这个selective 用你点下去 往上推 你就会看到BCSS 接下来就用你两根灵活的手指 一放一收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把人物调亮 让整个照片 该亮的地方亮 该暗的地方暗 在你调的时候 就要一点一点来 不能急的 就好像追你孩子这样子 所以你要慢慢来 你不会太push fuiyoh 你看你看你看 一分钟前 你大概会去app你朋友讲 但你拍什么的 把我拍到这么丑 幸好我有神手 只要有神手 什么照片都不会丑 哈哈哈哈 那我最爱用的app有三个 VS Code RNI Film 和Lomograph 因为这三个app的滤镜 都跟我一样 很real吧 那一般来说 我都会根据整个照片的画质 还有的环境因素 去选择滤镜吧 那像这种画质 不是很好 然后偏回暗的照片呢 我就会用RNI Film的 拍力的滤镜 来个假文清风 然后很freestyle的 加一点颗粒 还有婚影 去打造这个 拍力的照片的感觉 不 fuiyoh 你看这照片 根本就是 浴火重生了 不后再帅一波 不 或者你可以用 vintage的滤镜 走个时尚 vintage风 然后一样的 轻轻摘摘 加一点颗粒 还有婚影 伪造底片相机 那个独有的味道 如果你跟我一样 假白的话 Safe ya这张照片 在Lomograph 进行第二次的Edit 这个App 我用过那么多App里面 完美还原底片相机的Effect 的其中一个App 最难得的是 它还有那个日期 虽然你喜欢的滤镜过后 你也可以去点击画面 去切换它特效的感觉 所以很有惊喜的 但是 如果你选到你喜欢的 要快点把它Safe起来 因为下一次 你未必可以得到 同样的Effect fuiyoh 我只可以讲 你爸爸妈妈看到 他都会想要一张 至于这种背景 很多颜色很缭乱的照片 我就会用VS Code的C1 Chromatic滤镜 做个LOMO的Feel 因为这种滤镜会让你整体的颜色 更加鲜艳 更加的Pop 然后然后 就把这个照片送去LOMO Graph 做第二次的Edit 因为只有这个App 才可以给你LOMO 独有的红光特效 Fuiyoh 还买什么LOMO相机 做的不是可以了咯 如果你的照片 是以这种不太干净的 白墙为主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R&I Film的Slide濾镜 让整个照片亮几个Tone 然后再带一点冷色系 接下来再去到Pre-Warm 这边 把它的颜色再拉去偏蓝 走个唯美干净的冷色系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Tone 即使你在秀着你Galatai 你的Like还是一直来的 网帅怎么样拍照的 网帅拍照就有很多Pattern的 就假白一点 看报纸啊 看报纸够假白 像这种有丰富的黑白 和大地色的照片 就最适合用VS Code的 ASX Analog滤镜 走一个Minimalist的风 这个滤镜可以一秒 提升整张照片的质感 喂哟 前一秒还很Uncle般看报纸 下一秒就变贵公子了 结论是 只要有神熟 IG照片不会丑 只要放对Filter Uncle都可以变皇家了 吧 你听我现在那么久 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抓到 我的秘诀了 可是当你Edit照片的时候 我恐高分你还是会 每个Filter去Try一下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